在美国和伊朗坚拔弩张的紧张背景下,世界各国也纷纷表明了态度。 据新华社近日报道,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日前在科威特表示,巴基斯坦支援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和稳定,不希望看到中东地区爆发任何战争,并对美军在海湾地区的集结表示关切。 据悉,近期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关系,得到了很大改善。 两国还商定,将组建联合部队,维持边境安全,已经被外界视为准盟友的关系。 而作为伊朗的东部邻国,巴基斯坦对于打破美阵营,对伊朗的封锁,显然有重要意义。 据悉日前伊朗方面,也听从了东方盟友的建议。 决定加速打造连线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陆上油气管道。 此举有望一举打破美国的海上石油封锁,时的石油禁令,彻底沦为废止。 据悉,虽然不久之前传出讯息称, 由于美国对伊朗的石油制裁,巴基斯坦暂停了和伊朗的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专案。 但是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澄清称,某些大国正试图离间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。 但是两国的关系坚如磐石,将继续推进油气管道的建设专案。 据悉该管道的长度超过900公里,其起点位于伊朗南部的油气田。 终点则在巴基斯坦境内,未来源源不断的油气,将从伊朗通过陆路管道运往巴境内。 甚至还能进一步运向周边国家。 据悉,近期有信息称,伊朗方面对巴基斯坦的JF-17骁龙战斗机十分感兴趣。 甚至伊朗空军代表,也前往巴基斯坦专门考察了这款轻型战斗机。 相比于伊朗的国产雷电战机。 骁龙战机无疑全面领先。 前者不过是伊朗仿制版的美制F-5轻型战斗机。 而伊朗的F-14A重型战斗机,已经非常老化。 日前还出现了坠毁事故。 因此,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能够获得一款招之门战的新型战斗机救急。 而巴基斯坦的骁龙战机,无疑是最佳选择之一。 因此,伊朗军方对其也十分关注。 作为有助漫长边境线的邻国。 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,一度非常微妙。 后者和海湾国家的关系非常密切。 而伊朗则是海湾国家的世仇。 然而近年来由于美国同时和伊朗、巴基斯坦交互, 使得两个本来貌合神离的邻国迅速走近。 两国就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共识。 其出发点就是共通应对美国的压力。 因此,巴基斯坦也一改过去的态度。 采取了对伊朗更为务实的政策。 在一系列问题上,对德黑兰进行支援。 而在美国限制伊朗石油出口的背景下, 巴基斯坦表态,要支援兴建连线两国的游戏通道。 这无疑是对伊朗的雪中送炭。